我是故事工廠的藝術總監黃志凱 白日夢騎士講述的是一個 現代唐奇科德的故事 歡迎各位朋友走進劇場 和我們一起做夢 一輩子未愛 勇敢一次 屏風班底成立故事工廠 黃志凱以白日夢騎士 大膽檢視社會現象 活在這個22K的世代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 都失去了做夢的勇氣 我們喜歡用按讚 喜歡留言來發表 我們自己的心聲 你對於社會的不滿 對於生活的抱怨 但這世界改變了嗎 你的生活改變了嗎 如果我不繼續搭這個平台的話 世凱這些年輕人 或許有可能是還待在家裡面 做夢吧 那我常開玩笑說 風科是劇場的小兵 你要什麼它就變出來給你 你儘管去想 你儘管去做夢 這不是太幸福了 本週異想世界專訪故事工廠 黃志凱 林家豐 帶你一起勇敢做夢 5月5號 6號下午4點 晚上10點半 測定UDN TV 異想世界